也是不太多见了 因为你现在这个世界平方区运动发展的这么快 这么一个消极运动员要想在抢手里 打出了一些成绩 不然这种打法就被人家抛弃了 对吧 好了比赛正式开始了 刘国正发球 发出抢攻 争取主动 稳拉 对扣 再扣 只有变化 他是等着刘国正是等着球没转起来就先打 哎呦就是贺野花 球几秒赛上 他和马林就展开了很精彩的队落 2比3 不要看他这个个子不是很高 但是他还是很肯跑 所以就弥补了他身材的步骤 对 主动 还有步法 不好的调整 那就吃亏了 哎呦插边 主开判 先判了插边 然后又判了个出去 这个球呢 就是朱西克了 他自己都说下边 这个表现了大将空度 对 他说我是在外面的 对对对 但是主持 并不是打奥运会 世界杯那么精彩 但是在也算是一个很重的 这个作风啊 这个比赛的作风也是很好的 就是说7比4 注视赫战时领先 哎呦 注视赫战这个反攻票了 一个反冲 更留意性 更精彩 对呀 因为这个 很难得一场 这么高水平的比赛里面 有两个消息选手 对呀 下一层 变化和落点变化方面 的确是注意了这一点 那么 那么 周斯克很可能会 利用发球的机会 加强攻势 然后就打斜线 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 这个战术还是不跳 另外一个呢 就是刘肯正注意了减少了微输 而且加强了落点变化 两个比赛 比赛一开局 如果动力很高 可以知道有时候你一直是发短球突然想偷鸡啊 对 广东话的偷鸡 你就洗八脉 对呀 对呀 2比3 哎呀他这对打也 落点变化 那么双肠比赛 就打成3比3平 性方面要比第一局要好一点 先的情况呢 突然现在追踪5比4 5比5平了 开了个好投 不一定就是能够保持住 所以这运动员在场上要不断的改变自己的打法 祝世贺在第三局的比赛 第二局的比赛也表演了很多次这样的中台 加油 加油 有时候反手突然拉 把这个胡锦球的可能效果还要更好一点 因为祝世贺把这注意力都注意在 刘国正的正守胡锦球上面 在双方的技术水平的发挥的淋漓尽致了 应该是这样 所以这个祝世贺这个球就借不上力了 得下了吧 打两个对角 坚持打 好强 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 这个球只要还没有落地 还可能对方 精神还是要集中 对 11比8 如果就拿下了第二局 那么看来这一局的比赛连等落后了 对 交集了 好了 进入比赛 因为这个谁胜谁负很重要 前面的比赛里面的是双方打成一比一 漂亮的一个攻击 祝世贺在第三局他会加强攻势 因为的确他是防不住这个 就是你看这个刘国正以前 在队里面训练 包括在国家队在广队训练 好 在进攻里面又过度 非常明朗 对 那么就说明啊 这个刘国正在对付肖球 运动员这个方面还是很有一套 哎呀 这叫大一师荆州 相当善意的笑声 对 比较闷的话 来个精彩球的话 这气氛搞一下 对观众的情绪就调动起来了 他的确是各种类型里都配套这个完备 你比如说假如我们国家队没有被动了 那么反过来来说 你韩国队也是没有诸诗客这样的选手 刚才李成平队到那个投影超 他也很难打 别人没有我们要有 别人有的我们一定要有 把这个时间差给打出来 不让那个就是个舒舒服服的 去的话还是略占上风 因为他前面已经有两局在手 我就让你挨打 看你能顶几板 反正我力量够 你顶过来我还继续大板扩散 这就说明一个运动员就说 他连续进攻的能力也是很强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因为现在刘国正的 势都很猛了 这个势都太猛了 这个势都很猛了 所以说根本就没有让你取得这个主动 那么到了帅点了 刘国正是以3比0为中国队呢 又拿下了一分 那么现在整个比赛呢 中国队是以2比1 暂时领先 这次抗爬的战略开始非常成功了 我那时候本来想批 他标太快了 批个球台上头